我要指揮不然了 王金救援其實有小石倒數 現場守候了富人 迟迟等不到兒子的音訊 難過的崩潰大哭 那邊也會有人告知 救難指揮中心 每天早上都會回報搜救狀況 沒等到家人消息 家屬們心情如焚 64歲的劉老先生 聽說自己8歲的小孫子 一次找到了 但還沒救出來 趕緊到現場守候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那三個 三個能夠順暢 最後一個希望之外 兒子已經很合 那那個想的沒有什麼 那這個 一個實際的感覺是 心情的平衡是最好的 劉老先生41歲的兒子劉明賢 平時送洋奶維生 清晨2點多就會出門 問一快到了 沒有送貨 在家休息 沒想到遇到地震 被住宿時已經沒有 故事心跳 目前38歲的媳婦張家綺 與兩個分別11歲 以及8歲的小孫子 還下落不明 根據消防人員說法 一次在倒塌的大樓內 聽到8歲的劉小弟 護救了聲音 那因為林夕兄弟 他們之前是有播LINE出來 然後就有 然後簡訊好像有接到 所以我們其實是一直抱持著希望 希望他們能夠幸運獲救 昆山國小也有親民學生 受困在地震現場 稍早傳出好消息 一對蔡姓姐妹 順利被救了出來 狀況良好 但需要打營養針 林夕小兄弟等待救援 目前家屬們只能在外頭祈禱 希望能夠有好消息 記者 張華東